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称为鬼桥 它的历史悠久 高15米 它之所以获得如此可怕的称号 是因为在过去的50年里 600多只狗跳下桥自杀 它们是被超自然力量吸引还是有其他原因呢 人们一直说这是被诅咒的结果 并特意贴了请给狗带上链子的标语 奇怪的是 所有的狗似乎都同意了 死亡地点惊人的一致 它在桥游侧的最后两个扶手之间 哪多数自杀狗都有很好的嗅觉 天气晴朗的时候它们都在同一个地方跳 因此当天的狗主人不敢带他们的狗过这座索命桥 为了解决这个奇怪而又可怕的问题 大量专家聚集在苏格兰东部的这个小镇进行调查 希望最终揭开这个奇怪现象的神秘免杀 该实践的秘密通过专家实验得以解决 原来是水雕发出的浓重气味使狗失去了理智 狗狗为何对水雕气味如此感兴趣呢 水雕拥有发达的钢线 无论它们走到哪里都会留下刺激的没臭味 实验证明这对狗的吸引力特别大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理智的死亡事故 总是发生在阳光充足的干燥天际里 因为潮湿的空气会冲淡水雕留下的气味 此外令人感到十分惊讶的是 上个世纪20年代水雕被引进苏格兰 但是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水雕才被大量养殖 而这也恰好是狗狗理智死亡事故 接二连三开始出现的时候 小伙伴们对此你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好了本期的谈谘微见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别忘了点击关注分享转发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